巴西環球新聞報導指出 阿根廷總統米雷伊致函巴西的信件表示 有意拒絕讓阿根廷加入 由中共俄羅斯等國組成的金磚國家 對此阿根廷政府回應證實 金磚國家由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、中共和南非組成 阿根廷也以致信各成員國領導人 信中拒絕了自2024年1月1日起加入金磚國家 翻轉前總統費南得資任內的決定 米雷伊當選前就曾誓言不會推動與獨裁者、共產主義者 不尊重民主價值觀者建立友好關係 阿根廷媒體評估 米雷伊發出拒絕加入金磚國家的公函 也是為了可以全新關注內部危機 新唐野太電視陳輝莫 唐吉安 這裡報導